大家好 今儿主要想讲解一下这套开链激发的起行步骤 有近期陆续上传的这些作品 总会看到粉丝留言说 这是路密斯头像画法的雕刻板 的确是这样 我们了解路密斯头像画法的朋友都知道 路密斯头像画法始于一个秋体 也就是左右各切掉一部分 形成颅骨的扁平状态 很像一个棋子或者像一个布朗古的样子吧 我们看到的这个切面的小圆 有大圆的关系也是关键的一部分 大家总是说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它就是一个二比三的样子 以切面圆心线到切面圆的顶部为上停 到切面圆底部为中停 再延伸一份半径到底部得到下停 连接下巴线和颧骨到大个线 形成基本的一个头形结构 遵循这个想对的一个规则 可以快速建立形体空间意识 我们就能做出任意形态不同的头形 也正因为这个吧 然后就是建议初学者更适合先学会 路密斯头像画法 我们所做的一切练习 都是施于这个最简单的圆球 那么这个圆球并不完美 就是有时候我们团的不是很圆 奇形怪状也都可以 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捏死出不同的头形 开脸的步骤 其实就是几道轮廓线 用一分割就能确定人强的无关位置 或是修改这个轮廓线的位置 也会呈现出彼此各意的成像结果 我们之后 有2 有2 1 2 2